离谱 堪生招围殴 施敬称在玩 新北市一名新度智障的胡二生 长期招授同学围殴 抓鸟 拿球扎连等霸凌对待 如国山的哥哥发现他被打得淤青 竟还傻傻地说 他们说这是在玩 哥哥六度向弟弟扳倒反应 导施敬说 他们在玩 我会出力 不要打扰我上课 哥哥只好转向另一名行政人员求救 校方上周才紧急成立反霸凌因应小组 这名爱护弟弟的哥哥说 女导师则解释 每一次冲突都有处理 把所有相关的家长 包括当事的家长跟小朋友都找来 那他对我们学校的处理是相当的满意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待调查结果出炉 再对导师进行惩处 人本基基会批评 甘明老师失去专业的敏感度 发的心力不够 亲乎学生间不平等相处的微妙状况 动新闻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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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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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